这皇上我是不当了 谁爱当谁当 孙子才当呢 这是赤梅君最危急的时刻 光武帝刘秀已经准备率领 二十万大军御驾清征长安 然而还没等刘秀出发 赤梅君内部就因为粮食短缺开始内论 不仅士兵没饭吃 就连赤梅君高层想吃一顿饱饭都很难 好不容易东拼西凑才弄到一点粮食 本以为可以大吃一顿 关键时刻却要等皇帝留盆子到了才能吃 已经饿了很久的大臣哪里不得了这么多 拿起食物就啃了起来 你也太不成样子了 你在这个头下面不全乱了吗 大家都等了这么老半天 就等他一个放牛力 这值得吗这 皇帝留盆子是个放牛娃 一句放牛力直接惹怒了忠于皇帝的大臣 双方就此剑拔弩张吵得不可开交 这些赤梅老将领早就看不惯留盆子这个放牛娃 自己真刀真枪打下的江山 凭什么让你一个放牛娃来当皇帝 你张嘴放牛力 闭嘴放牛力 你想找死啊 长期积怨已久的矛盾就此爆发 为首的两人更是提着刀就要展开决战 其他弟兄们见状也加入混战之中 好好的大餐就因皇帝和樊虫迟到闹得不可开交 樊虫的到来虽然稳住了场面 但闹事的几人本来就不服樊虫 少着一个死城 没吃没喝的 大腊月里还有不少弟兄没穿上棉袄呢 就是 不如咱返出长安 还过咱那逍遥的日子去 其他几个不满樊虫的将领也随身附和 带着自己的人马就此脱离赤梅局 樊虫本想阻止他们离开 但人各有志如果针对他们下手 必然导致大内乱 到头来只会给刘秀做嫁衣 随着一部分队伍的脱离 也使得赤梅君元气大伤 他的妻子燕子知道自己弟弟刘盆子 不愿当皇帝 而樊虫又是一个大老粗 不如将这天下让给刘秀 还能避免纷争 可樊虫怎会愿意交出自己的江山 燕子只好带着自己的弟弟刘盆子 来主动辞掉这个皇帝 这皇上我是不当了 谁爱当谁当 孙子才当呢 樊虫本人要不是出身草莽 名不正言不顺 怎么可能轮到刘盆子 这放牛娃当皇帝 但为了统领手下这群军队 你刘盆子再怎么不愿意也得当下去 无论妻子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 小皇帝被吓得哇哇大哭 就在他们争论不休的时候 冯义已经来到华英 并且多次击败赤梅君 此时的长安城已经断粮 守城的士兵更是饿得奄奄一息 已经无力回天的樊虫 这才答应撤出长安 赶快收拾珍宝 动火焚弓 撤出长安 樊虫先将城内截掠一空 又放火烧了整个长安城 更是将西汉的地灵 除了汉文帝的霸凌之外 都盗掘一空 此时的刘秀已经迁都洛阳 原本早就可以解决赤梅君 但由于邓宇多次不听劝告 犯了战略上的错误 才使得赤梅君将刘秀家祖坟盗 这才将主将从邓宇换成缝 刘秀随后也带着20万大军 御驾清征准备将赤梅君 东归之路堵住 双方在小底展开数月激战 冯毅凭借他出色的领导能力 击败了数十万赤梅君 一代枭雄繁崇也自稳结束了 他传奇的一生 放牛娃刘鹏子则是投降 刘秀得到善终 距离统一天下又近了一步